线上教育的趋势 总的概念还是优质内容为王 线上教育 现在大家都是在跑马圈地的时代 为啥 因为机不可施 施不再来 这个timing 节奏 时间太重要了 目前线上教育 所有的在线教育公司 什么掌门 三好 这些公司 所有的包括VIPKID这些公司 所有的公司加在一起 市场占有率也就是占到了1% 就是市场渗透率 我们用一个最低的基数 中国有5000万个孩子 现在所有的在线教育公司 加在一起是50万人 就是他的学员加在一块 是50万个学员 所以市场渗透率是1% 所以所有的公司 它都是在拼命地扩大 市场渗透率的一个过程 这是目前的一个趋势 拼命地扩大市场渗透率 因为这个市场渗透率 必然会像网购一样 从1%提高到5% 提高到10% 直到变成了在线教育 成为了下一代的 变成一种必然的一种事情 大家说学一个什么东西 说我到一个学校去学 再过10年 再过15年 20年 就不是那么想了 说学一个东西 先打开电脑 它就是那样的 从网上找一找 我不需要到一个实际的一栋楼里面 去坐在一个教室里面去进行上课 所以说现在在所有的公司都在跑马圈地的时候 现在的趋势是什么 它们的内容 优质的内容是不行的 基本上都是拿来主意 这就是现在的一个趋势 那么在线教育 比方说咱们就刚才说那家最头部的公司 它的研发一定是做得好的吗 就我说的那家年销售50亿的公司 如果你真正掌握行业内的一线的信息 你就知道了 也未必 因为它这件在线教育这件事 你真正搞好研发 你需要很长时间的 比方说我辅导的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它投资了4000万块钱人民币 找了美国的一家教育出版公司 这个出版公司是陪生的供应商 研发了一套学9年的课程 就是从小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的英语课程 然后做了10万个 就是画了10万张动画 因为1到9年级的课程 它有主人公 它有人物 还有一个动画人物 然后这几个孩子伴随着他们的成长 画了十多万个页面才做了这么一个东西 你说这公司它必须得花时间 是不是 所以说现在在线教育这个领域 很少有人他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去进行前期的研发的工作 其实这恰恰是真正的机会 所以说从整个市场来看 我们千万不要担心 说像线下教育一样 线下教育随着新东方行为来 他们在前面 我们后面的公司没有机会了 完全不是这样的 在线教育随着什么VIPKey的这些公司在前面 我们后面的公司没有机会了 完全不是这样的 只要你能做得好 你有优质的内容 你永远有机会 因为教育朋友行业它还是一个高度分散的行业 它不会是说你头部的公司一两个 它就会把你全部的机会都吞并了 这个不会的 机会是永远有的 大的方面上来说 优质的内容是首先要应该去关注的点 然后线上的英语的部分是最早突围的 如果线上教育 我们现在目前把它分为两块 因为最后你不管是什么模式 最后还是要通过麦克去变现 这就是线上教育的 它的规律性或者它结论性的东西 就是你不管你是什么 大家知道很多公司 学霸军 作业帮 原题库 原辅导等等 包括什么阿凡提 这些公司它是题库类的 什么软件类的 拍照 搜题等等 但是这些公司最后你回头来 还是要靠麦克去变现 实际上线上教育最后和线下教育的大逻辑是一样的 就是商业模式本质俩字 麦克 你逃不掉这个东西 那么这种麦克 咱们说线上教育最后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么班克的模型和低货和什么 咱们刚才已经讲到了 已经讲到了 实际上是能够使线上教育 这件事未来能够真正赚到钱的关键 比方说班克模型 咱们刚才说了 班克模型 线上的班克很难 但是正是因为它难 你才能有壁垒 线上的优质的内容研发很麻烦 但是正是因为你研发了内容 你才有壁垒 比方说低货客成本 我就不说那个公司的名字了 有一个公司它的货客成本几乎是零 那个公司它是一个做游戏出身的公司 它是个在线英语的公司 做游戏出身 它也是所谓的外教 就是说北美外教也好 菲律宾外教也好 但是它是把所有的课程都做成了游戏 就像打动画游戏一样 所以在上课的过程当中 孩子它跟老师的互动是一部分 它跟课件的互动是另外一部分 这样就降低了他的老师的 大家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降低了他老师的依赖性 所以这个就是通过他研发了优质的内容 他通过游戏来把孩子粘住了 这是我看到的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前两天 我是跟金沙江的人来探讨 就朱孝虎他们那个团队 朱孝虎他们说 最后说这公司还是没投 但是如果在教育评议行业 要在线教育里边投 肯定就只会投这一家 不会投第二家 因为这个公司它获客成本几乎是零 就是它没有电销团队 没有电话营销团队 它全部是靠社群 然后是家长 因为它的课单价也很低 入门的课单价是一两千块钱 这样家长和孩子体验了他的课程以后 就不需要在有一个思考的过程 反正一两千块钱 这个钱肯定是花得起的 这就是它的商业模型 低货客成本 所以说我们要线上教育 我们要考虑 就是说怎么样能做出好的班客模型 怎么样能够实现低货客成本 那么提库与搜提类 咱们刚才讲到了 他们现在全部都在 咱们刚才说卖客 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有几千万的用户 活跃用户至少有百万级 这是这个赛道的特点 那么所以这些公司 它大的流量 现在全部都是在做转化 这批公司 对于我们线下的公司而言是什么 是市场渠道 所以其实这块应该有必要去研究一下 他们那么大的流量 几千万的用户 他自己能吃得完吗 他吃不完 我们能不能够把他们这些用户 划到我们的身上 变成我们的现金收入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传统教育培训行业 加互联网的问题 现在市场上有大量的存量的流量 你即便找不到A公司 你也能找到B公司 你能找到C公司 这些流量我们拿过来分一杯羹 很容易的 但是你需要打通这个东西怎么变现 就是怎么做 实际上他们的人是肯定不知道怎么做的 他们能跟你聊一聊 但是他们的人肯定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需要去聊 就是我们需要去研究 比方说你找到了我刚才说的有几千万用户的公司的哪一家 这些公司他肯定希望能够跟你去变现 然后你去跟他去做一个最后的收入的一个分成就可以了 对吧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 他后台能够查出来说 说这孩子是某某省的 或者说就这样去查 你说我现在 假如说我现在想进攻某城市 我要进攻青岛 他立刻就把青岛的所有的K12的学生的用户名单就给你了 都是他们学生或者孩子家长的电话 然后这些学生的活跃的程度 都做了什么题都告诉你 对吧 然后这些学生他还有很多信息 获得MTL大数据系统 那你能不能获得这些信息 你再做转化呢 对吧 这不就是我们的重要的渠道 所以现在如果你愿意去研究 在题库类和搜题类的这一类的里面 其实是有着大的变现场景的 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和我们的传统教育的市场营销逻辑完全不同的东西 你需要去好好研究 线上的K12 线上的K12相对于线上的英语来说 它要更难做 因为它的科目更多 对吧 英语这东西还比较好教 它就说话就完了 对吧 就像比方说我今天如果讲市场营销 肯定比我讲现在这个东西要好讲 对吧 那个东西讲起来打仗的事 很有意思 我讲这个东西 首先它比较分散 它肯定不好讲 对吧 那么线上教育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K12这个领域 它其实它做的难度系数是要远远高过英语的 如果你K12还做班课 它那个难度系数就又成倍的增加了 所以说你看现在头部跑出来的公司是语言的公司 然后后面再跑出来的公司是K12的公司 然后语言的公司再跑出来的是语言的班课的公司 最后你会发现K12最后赚钱的是K12的班课的公司 K12的线上的班课公司 所以这就是这个趋势 那么随着市场渗透率越来越加强 现在是1%对吧 一共50万学生在线上学 所有的家长对于什么掌门三好 什么这些 什么VIPKID 他也不知道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 当然一线城市的家长可能是知道的 但是二线城市就比较懵了 三线城市所有的家长接触 基本都是第一次接触 谁也没有真正实现说品牌已经市场老大了 大家就要选它 盲目的就选它了 还没有到这样的程度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市场渗透率加强 这叫啥 人口红利 所以在线教育本质上来说 吃的是人口红利 这个跟移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是一模一样的概念 就是做在线的这件事情 就是人口 整个中国13亿的人口 整个中国几个亿的孩子 他慢慢的都会慢慢的接受 他们的家长会观念会迭代会接受 他们的孩子慢慢被家长的引导 要采取这种方式来学习 所以它是人口的红利 在这里面点出一个点 网红教师 其实咱们在座的诸位有一位网红教师 就在前排的这位卢老师 卢老师当时在跟随学上实现了第一批 做得非常成功 一节课上万人 是不是 我记得 其实网老师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老师 但是他互联网的思想是非常的先进 在平台 教育平台跟随学也好 腾讯课 包括其他的淘宝教育等等 刚出来的时候 他是最早的接触 最早的去探索 所以就实现了第一节课 赚了好几十万 那么多的学生一起来上课 所以大家会发现 咱们刚才讲到有名师 有大师 有宗师 但是名师大师宗师 是不等同于网红教师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网红教师实际上他是要懂得互联网的运营的 所以这个里面是不一样的概念 所以实际上咱们今天讲的是趋势 这个趋势当中为什么点到网红教师呢 是必然会有一批 不论是个体的 还是说是属于某个组织的大牌的网红教师会产生 会越来越多 大家知道香港有一个老师 应该听说过这个人吧 八千万的年收入 这是真的 就是2016年 他赚了八千万 他的所在的公司赚了多少钱呢 赚了1.4个亿 等于公司分走了六千万 他赚了八千万 这是一个网红教师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在今天它就是现实 而且是刚刚开始 将来你会看到赚十个亿的老师的 一定会有的 因为他现在一个亿的 八千万的老师已经产生了 所以说这个个人IP的价值 个人学术的这个价值 实际上是在无限的被放大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咱们刚才讲到去明实化与近明实化的问题 对吧 所以我们在座的教育培训行业的同仁们 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 就是你手里能不能够攒点 大炮型的老师 核武器的老师 是吧 因为这批老师你不攒着他 他将来他也会单飞 或者他也有他的市场价值 因为说白了 今天这个时代 你只要你是优秀的 你肯定不会被埋没 所以怀才不遇的一定是真有问题 马云写过一篇微博 怀才不遇的人 所有在今天这个时代怀才不遇的人 一定是你虽然有才 但是人家就是因为你那个不才 所以不敢去用你的那个才 对吧 就是你身上有个短板 有个致命的问题 人家明明知道你有才 但是就是不敢用你 就没法跟你合作 对吧 所以怀才不遇在今天这个时代 其实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是你只要你有实力 应该会突允而出的 网红教师现在已经出现了 那是上一年 年收入八千万的老师 所以八百万的老师 八十万的老师 一定是常态 是很常见的 而这批老师可能不等同于上了百业讲堂的老师 不等同于那种老一代的名师 他是像卢老师这样的 新一代的 学习力超强的 非常聪明的 能够跟互联网能够 包括具有相当好的社交能力的 那么引来大量的流量 那么我们的很多培训机构的 我们可以自己孵化自己的网红教师 对吧 所以这个里面 这其实又是一个单独的领域 我现在讲大的方面 你可能听起来 但是你也真的去探索 它里边事太多了 这个很多细节 对吧 前两天我去看了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 他现在就有一个网红教师事业部 这个事业部的负责人就几个小女孩 这几个小女孩的背景是以前不是干教育培训行业的 大家知道 叫什么 就是网上 那些什么硬刻画教上面那些女孩 你知道吧 主播 主播 对 主播 因为咱也不是那个客户 就那几个 他是几个主播 不是教育培训行业的 但人家这事就搞得特清楚 我跟人一聊 确实人家什么一直播 硬刻 花椒 这东西怎么弄 人家比我清楚多了 人家是上面的老司机 对吧 所以你看他教育培训行业的纯教育的公司 他居然找了几个这样的人 对吧 但这就是几个这样的人 把他的一个雅思老师弄成了 他在网上直播授课 在线6.5万人 就是说白了 他知道这平台怎么弄 我们是不知道的 然后同时在线6.5人 打赏了1800块钱 第一次上课 就打赏 他说行 这老师这个成本 已经出来了 就是打赏 打赏可能就几块钱 10块钱 打赏了1800块钱 就人家会玩这个事 然后他可以 这不是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360 对吧 免费 对不对 免费装机 然后后来他就打赏完了之后 人家觉得免费的学习 老师挺好挺靠谱 然后我们再收费 对吧 再加上这个老师如果讲的真的好 他也可以扩大品牌